据环球网报道 车臣首领卡德罗夫在社交媒体上发视频 展示车臣士兵缴获的美国导弹 士兵对着镜头连笔带华疯狂显摆 卡德罗夫喊话拜登 我们要求美国增加对乌克兰供应标枪导弹 我准备亲自奖励拜登 感谢他积极协助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 美国持续性对乌援助 当地时间4月1日 美国国防部表示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总值3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 美国真是为了世界和平 未必 俄乌冲突爆发亦有越狱 断壁腿原的城市流离失所的难民 幅不在诉说着战争的残酷 然而硝烟之中 有人的钱袋子却哗啦啦作响 作为这场冲突的点火者和拱火者 美国赚得盆满钵满 所谓军工复合体 即美国的军队军工政府国会等密切合作 并勾连智库媒体等结成的利益团体 战争对美国来说是一笔大生意 美国美利坚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库兹尼克 直指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国家本质 从这个意义上讲 俄乌冲突就是美国军工复合体 为疯狂敛财而精心炮制的最新作品 人民日报社评称 世界上哪里有战争 哪里就有美国武器 2019年 感谢观看